大家早 吳吳吳媽媽早 還記得我叫得吳媽媽嗎? 記得 那還記得我從哪裡來嗎? 吳會吳媽媽 對,我們來練一次看一下肉,來預備,開始 吳會吳如煙基金會 我們基金會幫助的是先天性如煙的小朋友 那以前的吳媽媽有說過,最多最多的就是純惡劣 哇,好棒 還有一個耳朵小小的 小耳症 對,純惡劣跟小耳症是最多發生的病症 純惡劣就是這裡會有一個會裂掉 然後小耳症就是耳朵會小小的 我覺得我剛剛說的那兩個故事,那兩個故事都很感動 她是故事媽媽淑娟 走進校園裡,透過繪本 故事分享,傳遞給孩子們 喜歡自己也尊重不一樣的生命觀念 最初原因是為了純惡劣的兒子 怕她進入小學受到歧視或異樣的眼光 沒想到身為基金會的第一位故事媽媽 這一講就是22年 因為她的分享帶給許多小孩勇氣和自信 那因為我兒子81年的時候出生是先天性的純惡劣 那她出生的時候 因為當時超音波也沒有造出她是一個純惡劣的寶寶 所以我是在她出生之後才知道她是一個純惡劣寶 那真的是晴天霹雳 那因為我又是頗婦產 所以我當天也沒有看到Baby 我是到隔天清醒才知道她是純惡劣 然後因為家人也是先隱瞞我 後來我隔天知道之後 我就去嬰兒室看她 看她的時候她是插鼻胃管 那也是透過我弟弟的一個好朋友 就是當時在長庚的枕外當語言治療老師 然後透過她的介紹 我們才找到整形科 然後去看枕 然後就治療 那治療之後我就很擔心說她以後到學校 因為畢竟你再怎麼樣的整形 再怎麼樣的完美還是會有小小的疤痕 然後我就很怕她這個疤痕會造成她心裡的一個自信心不足 那為了她我先生說孩子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要自己負責 然後我記得一個禮拜她被保姆退貨兩次 沒有保姆想敢照顧她 然後後來我先生就說那你辭職好了 我們就你就當個全職媽媽來照顧她 所以照顧她到要入小學的時候 我就很擔心說她要入小學了 然後小學有中高年級的孩子 然後她是小一 因為畢竟小一孩子還是很很單純的 所以當天晚上我就提筆寫了一封信給老師 然後就明白告知她的狀況 然後老師看完之後 然後隔天也馬上回了兩張卡片給我 後來過了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老師就跟我談說 那你要不要自己來班上跟小朋友講 張友群的狀況 讓小朋友了解她的情形 然後我說 好啊 然後當時我也是就一口都答應說好 可是我也是很緊張說 我要怎麼樣去講她的情況 所以我就利用一節課的時間 老師給我一節課的時間 我就講她整個的治療的過程 開刀的過程 然後小朋友聽的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她也覺得她是一個很勇敢的孩子 面臨了這樣三次的手術 那後來老師說 要不要你要不要長期在我們班經營講故事 就找繪本來講 我說也好 那也可以觀察一下孩子跟其他同學的互動 曾欣欣覺得好奇怪喔 這個跟我長得不一樣的一個爺爺 怎麼跟我講得一連串 我聽不懂的話 基金會在南部成立分會是85年 所以那時候我們已經參與基金會的活動 也大概有兩年的時間 我們的孩子就會大家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的關係 然後也成為好朋友 所以孩子在這樣融入這個基金會的這個活動的團體的時候 孩子也很自然 他也不覺得他跟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當時不只在他們班講故事 我也會去其他的班級 老師邀約我就會去講 所以我覺得去校園推廣故事 不一定就是非要講故事 因為我們可以視班上的情況而言 目前還沒有想退休是因為 我覺得講故事不是是小朋友很快樂 我們也很快樂 因為我們從小朋友的同言同語 還有他們的回饋 也讓我們都很感動 然後也很快樂 所以才會支持我們 這個動力才會支持我們到現在 因為每一個個體都是特別的 每個個體都是不一樣的 不是因為我們的病症不一樣 是每一個人本來長生出來就不一樣 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就是去讓孩子學習去接納 接納自己 然後父母也要接納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真的不要放棄 淑娟媽媽透過親身參與與分享 同時不把孩子當作特殊而照顧 讓油群不僅毫無自卑感 甚至害有爆棚的自信心 媽媽笑說 而至少時候就曾說過 有巴的男孩才帥 這確實是一個病啊 但是你要怎麼去面對他嗎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狀況 像Lady Gaga好了 他很矮 有首歌叫做Bone This Way 就是講到說 無論你的種族 你的性別 你的性向 你健康與否 你都要愛自己 認識自己 然後愛自己 愛你的家人 所以我覺得 應該每個人都正面的去 了解自己 然後要正面的看待自己 不該把你的不順遂 你的失敗 或者是你的任何的 不順心都怪罪在自己身上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幫他當正常的孩子 在教養 他每次照鏡子 我心裡就會 有一點是小緊張 那優群你真的有嗎 你照鏡子有不開心嗎 我很開心 都覺得自己很帥啊 然後他從小 稍微董事會走路 包得尿布就跟著我去門訪 然後出生嬰兒 然後都會帶他去給 那個新生的媽媽看說 你不要擔心 他長大手術後就會這樣 你就放心什麼的 他就跟我爭著我這樣跑醫院 到大學都還有吧 對 大學物料沒事做也會去一下 我反而去都是家長在擔心的 因為我去的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根本就還不知道 他發生什麼事 他要做什麼事 他即將建立什麼 他都不知道 都是家長在擔心 像我也無法體會 我媽當時生效 我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可能到目前為止 我也無法體會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是幫助人的一種 感覺吧 全家人的平常心 加上媽媽的努力 讓尤群成為十足有自信的人 並帶給其他人力量 甚至連太太都被他的帥 深深影響到 我個人我不在意 但我不知道 我會擔心你 我不知道我的小孩 會不會像我一樣這麼堅強 當然我相信現在的藝術 是很發達的 我覺得 就是我其中一個最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很有自信 因為我自己是 我是那種會擔心比較多事情的一個人 可是每次跟他聊完之後 因為他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然後跟他聊完之後就會覺得 其實好像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謝謝 謝謝 謝謝